2024年北京国际车展回归主场的北京汽车 以北京月电而起为主题 高光亮相吸引了众桌目光 在发布会上 北京汽车深入解读了越野电动化的最新技术成果 磨合电驱超级驱动解决方案 同时带来了多款令人瞩目的产品 比如BJ60磨合电驱版 全新BJ40磨合变驱版 开启了BJ30磨合电驱版预售 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充分展示了 北京汽车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布局上的阶级进取 北京汽车展台成为了车展首日流量最高的展台之一 这也并非偶然 其全明星阵容彰显了强大的实力 尤其是全新BJ40刀锋英雄版的上市 以18.98万元起了起售价和丰厚的登峰发程里 展现出了十足的成力 以搭载的由北京汽车自主研发的4.0大速笔分动器 在轮端最大扭曲上达到了10250牛米 相比较长光分动器的扭曲提升了60% 居于行业燃油车自主品牌第一 这些数据也充分体现了 北京汽车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和实力 使其产品在越野性能上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 全新BJ40刀锋英雄版分为汽油版和柴油版两个版本 汽油版专注于攀爬 而柴油版则综合了柴油车型的优势 拥有更强大的动力性能和更高的燃油经济性能 更适合长途探险 随着上市日期的临近 全新BJ40刀锋英雄版穿越者将揭开价格的神秘面纱 这也让人们对其充满期待 十一转九九万元起的BJ30 作为北京汽车月旅旗下的首款车型 在磨合电区超级驱动解决方案的赋能下 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这款车定位深魂青野电视区SUV 系统的最大功率301千瓦 最大扭矩685牛米 百公里加速是6.6秒 能够轻松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地形挑战 同时还兼具尝试驾驶的舒适性 其内饰搭载的双根互情组合 和高通骄龙855的主流芯片 提升了座舱科技范围感和操作的流畅性 用户在享受越野乐趣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科技来的便捷 而BJ60磨合电区版 与全新BJ40磨合电区版的展示 则让人民看到了北京汽车 布局未来越野新纪元的决心 BJ60磨合电区版定位于 放松自驾的世家级豪华电区SUV 其增车器可以持续保持 90千瓦的高公里输出 在时速145公里时 可以保持电池电量平衡 综合优化仅为100公里1.3升 百万万电的续航突破了1200公里 这些数据显示出了 北京汽车在电动化技术上的 突破和创新 使其产品在长途自驾方面 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 全新BJ40磨合电区版 则定位于炫酷自信的 试扎级朝野电区SUV 搭载了大功率电机 碳滑硅电控 前后电驱桥 带电机专用锁和敏捷中锁 高效率放电 高效率补能 智能越野辅助 等等一系列的硬核配置 全系标配了车身防滚杠 让用户在面对各种极端的路况时 能够更加从容自信 可以说 无论是已经上市的 全新BJ40刀锋英雄版 还是火热运售的BJ30 以及即将在第三季度 推出的BJ60 与全新的BJ40 两款磨合电驱车型 都是北京汽车技术创新和与时俱进的成果 也是他们对用户的尊重和承诺 这些产品的推出 不仅丰富了市场选择 也为越野电动化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北京汽车在此次车展上的表现 可圈可点 也展示出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布局 让人对其未来充满期待 但同时也希望北京汽车 能够持续创新 不断提升自身进行力 在越野电动化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对用户带来更多 更好的产品和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